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少女迴戰啦 沒有錯 今天一樣又要來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漂漂亮亮的武將們啦 那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又出了一隻新的UR角色 那其實他的這個 整個場面啦 我覺得是還滿炫力 滿酷炫的喔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應該也是可以來抽抽看 那待會來讓大家看一下他這邊的這個 三個動態模式 就是我們這邊的那個 就是他的這個技能究竟厲不厲害喔 那他基本上這隻角色的話 在我們就是那個三國演藝裡面啊 也算是大將中的大將 滿厲害的喔 這個就可以讓大家來參考一下 那我是覺得他這一次的這個圖做的就是 不會說是很澀澀 但是就是 挺壯麗的喔 挺壯麗的那種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齁 這也就是我們最近剛出的抽卡部分 這個張良 好不好 這隻的話基本上我覺得 就他不會很澀澀啦 但是我覺得他的那個 整個那個史詩感就還滿強的 然後他是 好像本來就是 直接就是一隻UR加的這個武將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先來看一下他的邂逅部分 這滿酷炫的耶 他是被吊起來是不是 喔 那個眼眸好不好 相信大家應該都會被他眼魔個折魂了喔 反正他幹起來好像就是 武力很強大啦 東西要打他好像也打不下去 然後他就被綁住了這樣子感覺 然後來看一下他這邊的這個 三個動作 摸頭之後的話這個應該是 迷樣抖動 迷樣抖動 然後點兇的話呢 他這邊會有這個 他自己暴氣嗎 那其實他到底是 自願被抓起來還是怎樣 欸 看起來像是被封印的那種感覺 點大腿的話這邊 怎麼了 喔 點大腿這邊的話他好像 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鎖鏈被 被解鎖之後然後又被綁住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應該算是 被被窮盡的力量啊 但是他本身還是很強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究竟 他的技能是不是 真的也那麼強好不好 我覺得真正來說 表現的動作沒有很瑟瑟 但是穿著 非常的瑟瑟 我覺得還可以啊如果喜歡的話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技能喔 那他是我們這個 漢族的 石川遊衣配音 喔然後看一下圖鑑技能喔他是 蛤 他是智力型武將喔 原來他是智力型武將我以為他是 那種比較武力型耶 因為他看起來就很暴力啊 好他是智力型武將然後 主要不曾輸出然後還有就是 控制別人的武將來看一下他的技能喔 好 那因為他是UR加的角色所以他本身應該就蠻強的喔 好那第一招是這個 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的法術傷害 然後第二招是這個 神法 選擇生命值上限最高的一名敵人100%機率向其施加這個原罪狀態 原罪的話不受命中影響喔 持續兩回合如果目標生命值高於50%的話 則不良狀態抗性穿透提升100% 對選中的目標進行三次攻擊 不會更換目標 每次造成2000%的法術傷害 如果自身的智力高於目標的話 則附加1000%的智力值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 有可能會會心急 如果重傷目標則追加發動一次神法 最多追加發動一次這樣子喔 原罪的效果是 閃避率降低50% 法術傷害承受提高50% 如果擁有原罪狀態的目標被重傷的話 則對目標的隨機五個武將造成 相當於35%原罪持有者 最大生命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 且必定命中不可清除 這招蠻強的耶 他直接打一隻 還會有那種劍射傷害的感覺 然後 還會有降低他閃避啊 提高他受到法術傷害的效果 這隻感覺真的蠻暴力的 法術暴力角 第三招 深淵 選擇強化效果最多的四個敵方 隨機竊取目標一個強化效果 進行六次攻擊 已處於原罪狀態的敵人優先 如果場上沒有原罪狀態的敵方的話 則以法術抗性最低的敵人優先 每次造成1000%的法術傷害 如果自身游泳強化效果 則傷害提升是0.5倍乘以自身強化效果的數量 最高提升5倍 如果重傷目標的話 則將自身所有強化效果 複製給自力最高的一個己方 OK 所以基本上 複製的話應該是 他自己的效果也會存留 然後會複製到 就是我們自己一個角色身上這樣子 命輪1開啟蒼圓極大 生命值上限加60% 自力值加LV乘以400 在這次命輪3的話會開啟這個貪婪 當自身在場時 全體己方的自力值提升至 張良自力值10% 己方自力武將攻擊提升 幅度相當於張良攻擊力的20% 這個好像還蠻強的 這個我覺得最好的就是他可以幫那個 全隊加東西 蠻厲害的 命輪5 刺濕極大 攻擊1加60% 魏心1級加LV 衛心1級傷害加60% 重點來了命輪9 命輪9 無欲被動技能 受到攻擊後 如果沒有被重傷 則將傷害承受的100% 轉化為心爐止水狀態 持續兩回合 如果自身處於心爐止水狀態的話 則傷害承受降低20% 心爐止水的話是吸收傷害 無法觸發生命吸收和傷害反彈 不可清除 複製偷取 怎麼 喔他會吸收傷害但是 100%轉化為這個狀態 但是他吸收傷害他也沒有寫說他會 吸收到多少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的話是受到攻擊後如果沒有被重傷 就會有這個兩回合的這個心爐止水狀態會吸收傷害 那確實感覺很很有戰神的那種view 好再來是尾神 戰場上沒有一名疾方或是疾方重傷 自身變回合的一枚落陰 一枚落陰後立即進入陰式狀態 陰式狀態下攻擊 使無視傷害反彈 且並定會會吸一擊 還蠻厲害的我覺得 就跟他的這個吧 跟他整個角色的這種調性 蠻符合的我感覺他就是一個 被封印住的一個 很強的這種神 你們自己看 就是大家要殺他也殺不死 有沒有看到他一個眼眸 這些就直接被Nag了 然後但是他也沒辦法脫離這邊 因為這個鎖鏈被弄掉之後 他還是會被鎖掉 那整體來說的話 我覺得 他的角色設計的話是哲平會喜歡的 但是 不夠色色 所以我應該 就再考慮一下 我應該也不太會 直接去抽 然後上次基本上哲平的這個 雜蛋模式啊 我是雜到了這邊 9萬多的這個元寶 所以這邊有 各十百千萬 十萬 十萬的元寶 繼續累積起來 那 最近也有出一些新角色 像這個 這個什麼 這是什麼 張仲瑾嗎 張仲瑾也是新角色 然後他的這個 二階比一階 還要好很多 而且二階明顯就長大了不少 改天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 再來是我們張飛 張飛因為我自己 之前都是在玩那個啦 屬國隊啦 然後 有在考慮要不要抽 但是 目前來說比較尷尬的是 我自己角色都在練那個 都在練吳國隊了 我現在 瘋狂在練吳國 哇這個 SSR很好抽 瘋狂抽到 然後張腳啦 我們來看一下張腳好了 因為 張腳之前的話好像 因為我們有拿到他的這個 但是我們沒有拿到UR 所以我們沒辦法就是看到一些東西 那今天來補看一下張腳 邂逅 張腳 這是 太平天國 主將 這個 長的外型也是哲平會喜歡的 看一下 這是他第一個動作 司法的感覺 點兇的話這邊是 迷樣抖動 啊 然後點腳的話呢 是會呵呵笑 他笑起來很那個 很溫文儒雅 來看一下他的技能喔 之前我們記得我好像 就是最初的一些武將 我都沒有讓大家看技能 因為我們主要都是看色色的部分 但是 後來看完技能之後才發現 這遊戲的這個打鬥啊 是頂有料的啊 只是很可惜他真的沒有做出來 他的一些 戰鬥的這個畫面 不然他絕對100分 你看看第一招 腰殘 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的法術傷害 第二招的話是 心靈安撫 對隨機六名敵人造成800%的法術傷害 如果自身的自立高於目標的話 則100%機率使目標進入這個怠惰狀態 持續兩回合 怠惰的話是無法回復落陰 喔就是他沒辦法有 就是 讓他開那個陰式效果 因為他還有怠惰這種效果 然後再來是 對隨機敵方進行六四攻擊 每次造成560%的法術傷害 如果目標處於不良狀態的話 則傷害加倍喔 然後命輪1開啟這個赤鷹大 攻擊1加42%命中值加LV乘以280 命輪3開啟這個轟鳴 強化普通攻擊效果 對隨機三名敵人造成100%的法術傷害 且攻擊時有40%機率暈眩敵人一回合喔 暈眩的話是無法行動這樣子 然後命輪5的話會開啟這個 蒼犬大 生命值上限加42% 抗性穿透加1000 沒問題 然後再次 太平藥術 戰場上沒有一名敵人或者是幾方重傷的話 自身便會獲得一枚若鷹 累積四枚若鷹後列級進入營食狀態 營食狀態下 智力值提升20% 會心一級機率提升35% 喔好 來看一下喔 之前的話沒辦法讓大家看到了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張角的UR加 因為這個是之前拼圖活動啦 那拿到拼圖的話也沒有辦法讓大家看到就是 邂逅的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是我們的天使少女 這跟原本前面那個差很多耶 而且 大好多 我跟你講 他那邊直接繃緊了耶 很美 好點頭的話基本上是 第一個動作 他的翅膀會被沒修的感覺然後 會施放法術 有沒有看到 厲害了 點兇的話這邊的話 點兇的話這邊是 翅膀會 保護住他 然後 然後要施放魔法 然後說什麼變身 OK 他還有英文耶 哇力勒我的天天天 哇這張角 太神了吧 OK 他有英文耶要求 然後點他右腳的話就是迷漾斗洞 但看起來比較特別就是他的腳 他感覺很像長短腳有沒有 蠻特別的 喔好厲害喔 他有英文耶 腰溜羞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還算蠻不錯的 很像魔法少女 他跟他第一個的這個風格就差了蠻多的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好來看一下這個的這個技能 他技能一一樣是腰產 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的法術傷害 然後 第二招變成這個限時粉碎 對隨機六名敵人造成1000%法術傷害 如果自身的智力高於目標 則有100%機率使目標進入這個怠惰狀態 持續兩回合 吸收技能總傷害的50%形成護盾 持續三回合 怠惰的話是無法回復洛因 然後這邊會多一個就是護盾的效果 吸收傷害無法觸發生命吸收和傷害反彈 第三招是這個 魔焰 對隨機敵人進行六次攻擊 每次造成1720%的法術傷害 如果目標處於不良狀態則傷害加倍 如果使自身一名目標重傷的話 則追加發動一次這個限時粉碎 沒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命輪1會開啟的刺音極大 攻擊加60%命輪值加LV乘以釋白 命輪3開啟這個 深度灼燒 強化普通攻擊效果 對隨機四名敵人造成200%法術傷害 50%機率使目標進入暈眩狀態 持續一回合 無法行動 暈眩狀態 命輪5的話會開啟這個蒼蕉極大 生命值上限加60% 防禦穿透加1400 來了命輪9很重要 反正基本上UR加的角色有命輪9的話就是 都會蠻強的啦 看一下喔 圓環壓制 自閃主動技能或普通攻擊時 如果自身的智力高於敵方的話 則造成的傷害 附加250%智力值的這個生死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有可能會會心急 這感覺就還好 我覺得剛剛那個 張良那個效果好像比較屌一點點 他會有一個那個 什麼吸收的這個狀態 他這個好像就等於就只是 就是打更多一個傷害而已 好 再來是我們這個英式效果 烈焰之星 戰場上沒有一名敵人或者是 幾方重傷 撤身獲得一枚弱鷹 累積四枚弱鷹後 立即進入英式狀態 因此之下 智力值提升25% 會心一直提升45% 好 那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 兩隻武將你們比較喜歡哪一隻呢 我覺得 張角的這個銀文 有點厲害 而且這隻角色的話基本上是免費送給你的 只是 連UR版的自己就要抽 好不好這個 厲害居然偷藏英文 太神了 然後我們這邊的這個 青角張良的話 我是覺得風格跟這個就是 美感我自己會蠻喜歡的 只是他就 沒到那麼澀澀 但是真的很美 好不好 那就看大家如何去判斷啦 那你們有沒有抽呢 有沒有覺得我們張良很厲害 或是覺得 張角也非常非常好用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對他們這兩隻武將的一些看法 好不好 那我們一起去玩到這邊啦 我請來見囉 大家 拜拜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